哈囉大家好,我是盛文軒 對不起 我又開始低潮了 你們可以陪我聊聊天嗎? 很多人可能會好奇我怎麼了 其實常常很多人誤會我 我在影片上面跟私底下是兩個人 簡單來講你們可以說我是雙面人也沒關係 我在影片上面的風格就是另外一種人 只要鏡頭一來,我的感覺一來 我馬上就可以變成那一個人 但是私底下的我其實 第一次認識我的朋友,他們每個人都一定會問我這個問題 他們一定會問說 仲萱,為什麼你私底下這麼安靜? 你影片上面不是很巧嗎? 那我私底下在家裡基本上是不會講話的 其實是蠻邊緣的 常常很多人會誤會我 那一定的 因為我沒有跟大家解釋過這一個部分 因為我覺得這沒有必要解釋 因為這是我的工作 也是我的一個興趣之一 所以我不太喜歡坦誠相近告訴大家 那今天為什麼會低潮呢? 我也不知道 人一到低潮的時候 好像是沒有一個竊確的原因是可以說出來的 就是一個感覺 其實今天放學回家的時候 我的心情就有點不好 然後一到家剛洗完澡的時候 我一躺到床上 我就問我自己 鄭文軒,你為什麼要在這個世界上? 為什麼這個世界上一定要有人這個生物? 到底為什麼? 真的想不通 很多人認識我之後也會問我說 為什麼我講話跟一般高中生不一樣? 他們覺得 一般高中生講話不是要屁屁的 然後小孩子可愛可愛的這樣子 可是為什麼在我身上就聽不到那些話? 我官方話的解釋就是說 因為我經歷的事情 比一般高中生來的還要多一點點 那其實那只是官方說法 因為我真的也不知道我為什麼 有時候給人家感覺就成熟 可是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講 我也不想太自以為是 因為我講話就是這樣子 那其實現在的我就是 蠻私底下的我 那為什麼一樣有鏡頭 然後我講話 卻是沒有換機車什麼的 因為我今天沒有那個感覺 我不知道 這個好像就是變身一樣 很像之前小時候電視上 他們就會拿著手機 然後就 就會變身 我今天就是拍影片 沒有那個感覺 可能是因為我現在第一潮期吧 那我這邊想要告訴大家 人呢 一定都會有第一潮期的時候 有些是有固定的 譬如說 三個月一次 兩個月一次 那你本身是 說來就來說走就走 這個沒有切缺的原因 有沒有一個切缺的解決方案 這個只能讓時間 慢慢把它淡掉 就好像你今天講了一個痘痘 你一直去擦痘痘藥 它不見得會好 但是如果你直接放在那邊 你不去動它 你也不去碰它 它其實自己慢慢代謝了 就會慢慢消掉 所以我也不會特別的想要去 找朋友束縛啊什麼的 因為我本身沒有什麼朋友 講真的我沒有什麼朋友 真心的留幾個就好了 我喜歡交朋友 但是我不喜歡交一些 沒有意義的朋友 像在學校的朋友 我不會把它當作是我的朋友 這樣講話好像會讓人家誤會 我是把他們當同學 在學校我就認為那些是同學 那私底下的話 我真的朋友就是沒有幾個 講白一點這樣也沒有不好啦 又比較孤僻 然後也比較孤零零 就很一個人的想法這樣子 也是盡早讓自己獨立吧 畢竟我也快要升大學了 也快到人生另外一個階段了 不要再想以前那麼不懂事 但是今天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就是一個感覺一來就好低潮喔 最後呢想要告訴大家一些事情就是 如果你現在跟我一樣面臨低潮的話 你不要刻意的去避開它 一定要大方的接受它 因為有這個低潮你才會有所進步 雖然這是官方話 但是這是真的 你沒有低潮你不會有成功 你就沒有那種真正享受人生的感覺 那我現在也是享受低潮 但是享受歸享受 心情不好還是心情不好 所以我也沒有什麼朋友可以打電話 我就拍影片跟大家訴訴苦 謝謝你們看完今天的影片 但是該做的影片結尾還是要做一下 影片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就喜歡 不喜歡我的影片 就請你下方給滾開 掰